腿也有了力气,于是鼓足勇气,一蹬而上,不知不觉中,竟也到了圆光寺,并且赶上最后的报道时间。 菩萨的灵感,从这些事实中,可以看出,真是不可思议。 7. 肺劳患者有求必应 主云大师 肺劳患者因念观音菩萨甚好而恢复健康,更是多的不胜枚举。 7. 在凤山有一位少校军官丁正群居士,患上肺结合症,经医师诊断已进入最严重的阶段,卡血情形极为厉害。 8. 这位少校军官在绝望中归依了佛教,并发下誓愿说,如病不见起色,就是我的信心不成。 8. 于是终日一心不乱的诵念,观音菩萨,圣号,未出半月,竟豁然而愈,这犹不算稀奇。 9. 病好了再照X光,连一点痕迹都没有。 9. 本来凡是肺病痊愈者,均必留有概化的痕迹,而他却是一呼常人,一点影子都没有。 9. 可见诵念菩萨圣号功效之伟大。 8. 八数年慢性肾脏病二月痊愈。 9. 林振兴。 小女于数年前,初中医年级开始气筋高三了,得了肾脏病,因为医治不愈,且家中经济情况不佳,一度停止治疗,以致拖到去。 1987年,年9月间,发现脸部肿起,觉得非常不对,所以又带她去检查。 1987年,年9. 检查结果,病情比以前糟糕,虽然不很严重,但情况不清。 1987年,当时我心很烦,如果在每天,或两天一次,去找医生,家庭生活更加困难。 1987年,怎么办呢? 1987年,只好去求医生帮忙,还好那位医生很同情我的处境,马上介绍一种药,叫我自己去买来治疗看看。 1987年,之后,我想光吃药是没有办法的,因为以前刚发病还轻微时都治不好,现在治疗不更难吗? 1987年,所以临时一想还是求佛菩萨好。 1987年,就这样一方面自己买药来吃,一方面叫小女求佛力加倍。 1987年,没想这数年难以医治之肾脏病,再短短两个多月间的今日痊愈了。 1987年,这种奇迹谁能相信呢? 1987年,老实说连医生都觉得奇怪呢? 1987年,我想如果不是求佛菩萨救治,恐怕现在也还没好,所以我非常感谢佛恩。 1987年,那么小女是怎么求佛救治的呢? 1987年,起初我怕小孩子没耐心,不肯每天拜,所以先告诉她要深信佛力无边, 1987年,告诉她为了生命为有求佛菩萨。 1987年,一方面鼓励她,一方面教她最简便的方法, 早上述洗完后在佛像前置心理念,南无阿弥陀佛,六拜,理念,南无观世音菩萨,六拜,一共顶礼十二拜, 然后再跪念,南无观世音菩萨,一百遍,晚上睡觉前理念,南无地藏王菩萨,三百,再跪念,南无地藏王菩萨,一百遍。 就这样每天礼,念,求,才两个多月,并就好了,真是不可思议。 古人菩萨 请不吝点赞 订阅